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GrayTV 我是大王 乌兹那巴巴 我的B站账号叫那巴巴 那那巴巴我们今天啊 一起做一期节目好吗 好呀 叫做 倒放挑战 什么是倒放挑战呢 简单来说啊 就是我说一段话 倒放过来 让这位同学听 然后他重复成的话 再把倒放过来 然后呢 让他猜一下我到底说的些什么话 哎 你是不是没有听懂啊 没听懂没关系哈 我们现在赶紧就给他来一遍的话 你就知道是啥意思了 好吧 那是这样的 就像这网上啊 大部分大家说的这种倒放挑战啊 基本都是说了一段话 也比如说 哎呀我想吃香蕉啊 比如说 鸡鸡为了叫叫啊 什么什么这种很简单的东西 我觉得太弱了 太弱了 我们今天直接来一个不一样的 要玩就玩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直接来一个 唱哲学人的歌曲的倒放挑战 哎呦 哎呦 不错哦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那这样子我们的游戏规则呢 是我唱三句 然后 我也唱三句 然后我们最后比谁答对的多 那少的人不就输了吗 那输的惩罚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你去麦当劳里买一杯美式咖啡 然后去什么地方呢 星巴克 啊星巴克吗 让星巴克的那个服务员 给你加一个奶盖 加个奶盖 我们赶紧进入游戏环节 整 我放的是红辣椒的can't stop 说话你听得到吗 听不到 听到 我给你 听不到 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 那这样我把音量加大一点 我的话 别回答我的爱呀爱呀美式咖啡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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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手外的麻雀 在点线感上多脆 Done 好了 一二三走 印度哥 可以可以可以 我试试 咖喱味好吧 绝对音感有没有 可以 you want some gully 好嘞 一三马里 一三马里 然后我们把我唱的这个歌 再倒放回来 小卫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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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到灵魂好吧 有没有 没有就要像周定伦所有的粉丝介责 我跟你说 是不是告白气球啊 错了 这是副歌的第一句吗 这是整首歌的第一句 哦整首歌的第一句啊 你听出来 把听出来了打在公屏上 为什么 这个其实功夫答案嘛 其实功夫答案嘛 床外的麻雀 在点线感上多脆 是不是很像 我认真了好吧 我认真了 然后轮到我出题了 轮到我出题了 咦哈 不应不分了 不应不分了 副歌不唱 你们有几个 一起唱好了 好了 我好了 刚感觉你在唱什么rap的东西啊 是不是 但是是简单 我觉得很简单 这个词很多我感觉 一二三 呃 哇塞 你是妈妈合语吧 呃 呃 哇塞 是什么 我跟你说你这个阿屁 我不用听我的招是什么了 嘀哈 不用慢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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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啊 感觉是露了菜 大王菜 好来 我换我号啊 一群 谢谢 的蚂蚁 被浮如色吸引 好是吧 非常简单 开始 倒风 俄罗斯语 像个阿拉伯的那种奸商你知道吗 在给你弹价钱 No no it's impossible 开始 TV 诶我真的我听出来了 诶真的啊 哦我听出来了 诶你这样听出来了 一件黑色猫衣 两个人的回忆 是不是 不是 啊 有没有提示 有没有提示 给片子提示 嗯 他是他一个专辑的主打歌 他还引用了某一个名人的名字 商业的消化 夜曲啊 对了 哈哈 太不容易了 虽然听不出来是什么是吧 但是我还是 是吧 拿分了 拿分了我不管 可以可以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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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一目少毛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是吧 哇 太菜了 这个叫蝗牛 对对对 有没有灵魂 有这个感觉 二笔 你输定了 已经算点了 等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开始 好听 可以吗 我用感情了这首歌 三二一走起 像百分之六十 下面会是什么呢 哒哒风云榜 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神经病 啊啊 嗯 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太难了 那我随那笑我随那笑 最后一个我让观众朋友们也逼着 他们也听不见 我认了个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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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了个黑家 我认了个黑娘 其实差不多啊 差不多 只有不 在ral 我不怕的 喝我要 Easter 开始 开始 像吗 有感觉吗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不对 不对 竟然是不对的 不对 我真不是在演啊 我实际都不知道 不是我想促成平局的 我听过吗 我们去KDP唱过吗 应该没有了 没有唱过吗那我还累啊 直接选择放弃好吧 放弃放弃放弃 听一下我原版看能听得出来 其实最后还是蛮像的 蛮像有没有 但是这个最后是勉强打平了是吧 勉强打平 不分伯仲 不分伯仲 那我们要不这样子 有一个人是买麦当劳的咖啡 然后去星巴克加个奶盖 然后另外是买白星巴克的咖啡 然后去麦当劳加一个甜筒的冰淇淋上去 可以 可以吧 我们猜拳吧猜拳 石头剪刀布 再来 石头剪刀布 我输了 那我肯定选择买杯美式咖啡 然后去麦当劳加一个 好吧行 我就愿赌服输好了 那我就负责在麦当劳买一杯美式咖啡 然后去星巴克要一份奶盖 好不好 好了麦当劳来了好吧 我们直接进去 加不了 那买个人头吧 OK大王挑战成功 成功成功 我现在要进去问服务员说 你现在能不能帮我加一圈奶油 好吧 开走 你好 你好留言吧 你可以帮我这里面加一点奶油吗 加奶油 对奶油 好吧 你看这个奶油的形状 像不像一个大拇指 没想到我的这杯咖啡 这么容易就达成了任务 反而麦当劳是比较难的 麦当劳还需要自己买一个天空家 对 喜欢很牛逼 我们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那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一个赞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记得点击关注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干杯干杯 嗯 喝起来像水点咖啡 喝起来像水点咖啡 啊啊啊啊啊 是哪里的物业 啊是哪里的物业 啊是哪里的物业 啊还有多死